老杨到处说 又到了说故事的环节 这里今天说的是一个人 叫陈炯明 也就是陈炯明的历史功绩 被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远远的低谷了 也就是说 陈炯明扮演的历史爵士 应该重新的评价和定位 这样的文章应该不会犯什么忌吧 话说1925年 孙中山的北京病逝 陈炯明拟了一副晚年 晚年是这么写 唯英雄能生人杀人 攻守罪魁 留得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成一战再战 私情公义 钱瓶一寸 赤心之 恩怨公过后人评说 历史学者陈青他写了一本书 叫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他对陈炯明给了一个努力的还原 历史真相的一个过程 陈炯明北洋军阀时期 雄去一方刺诈风云 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一般的史书是这么写的 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 因为616炮轰总统武事件 逼得孙中山化妆逃往上海 那宋庆宁流产再也没有生育的机会 陈炯明也是老同盟会会员 陈炯明和孙中山因为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 所以你说的护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时期 后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乐化 当时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很欣赏 他曾经感慨说 陈炯明这立体谣啊 陈炯明不好女色 不要舒服 吃苦简朴 我也不如 孙中山还曾经以狼大快 来比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 龙 呆 斐 斐 越以狼不是现在战狼外交的狼 使得这个人很勇猛很进取 呆 格局大 快 协奏效率高 最初被外罪知晓的孙中山跟陈炯明的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的4月 200多名的议员召开非常国会 在孙中山坚持十几名投票要求之下 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大纲规定的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 一切政务军务内阁内面均由总统一个人独断 而孙中山就这样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陈炯明坚决反对 陈炯明认为 依靠总统选举法 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 出席议员至少要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 就580人 才能举行总统选举 这个时候的广州旧的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 还不到原来众议院人数的一半 你实行记名投票 你就是自毁法律 陈炯明的质疑 这跟以前的北方军华回法 有什么本质不同 那个时候的北方成立的伪政府 在南方的建立伪政府 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 去反对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 这非常的行不通 阶级南北之间再度陷入战争 所以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 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两个人分析明朗化 而实际上早在1909年 陈炯明加入同盟会的时候 他跟孙中山的政界民主理念不同 就为后来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陈炯明是前卿秀才 个性温和 他虽然参加了信奉革命 激进的同盟会 但是跟众多的革命党人不一样 他的政治包裹是把革命作为手段 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 仍然是建设 这不容易 最终目的是搞建设 而不是因为搞革命 所以陈炯明他跟孙中山这种本质上的 民主的理念的不同 就显而易见了 经常出现在两个人的政治互动的过程中 所以这是陈炯明跟孙中山之间 原则分歧的这么一个来历 他的政治包裹跟孙中山是不一样 孙中山是大部的同盟会会 革命至上 革命流血至死 完全两回事 那个时候的蔡元培都是暗杀 主张刺杀的 这跟也都不一样 孙中山是什么 是武力统一派 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 他的理想是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 定于尊 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的中央集权 北伐以武力暴力方式 颠覆北洋政法 统一中国建立中央政府 而陈炯明跟孙中山不一样 陈炯明主张连省自治 先至在广东 搞好民主宪政 模仿美国建立跟其他相仿的联邦政治 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 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当时很多学者的观点都是这么主张 这些学者认为 美国的崛起 正是因为独立战争以后 北美十三州脱离了英国 经过了十一年高度自治的邦联 进而建立了联邦 所以这些学者认为 美国的这段历史 为久经战祸 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 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 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 以其南北内战 不如各省先行自治 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 如此可以不诉诸武力 民众勉励生灵涂炭 最终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向对联省自治是推崇的 但孙中山认为不行 中国刚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 皇权制度走出来 现在需要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 一党专政和军政训政思想 来统一中国 所以他要求所有党员 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上签字 发誓效忠领袖 他认为人民是无子可怜的幼儿 革命党是保姆 陈炯明认为 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 签字效忠 本质上跟封建社会的军臣关系 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君主换上的党魁而已 他和黄兴拒绝的中华革命党 效忠孙中山的文件上签字 他说我凭什么我要效忠你 我只效忠国家 把孙中山搞得好没趣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 陈炯明直率的批评 他认为 政府把国民当成无子可怜的幼儿 那人民是永远长不大的 无子可怜的一文 永远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是以自治治理国家的 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他1909年就在家乡创办了海丰自治报 倡导自治才是旧中国的唯一良方 同年他都开始进行了广东制义局的议员 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从政过程中 他颁布了很多的法案 筹办城镇厢地方自治法案 建立设立城镇厢地方自治研究所 临选京东政治人员专门研究 城镇厢自治方法 推行自治进行 但那一言 他也有很多这样的有操作性的提案 他有长期的政治实践的经验的累积 所以他可以轻易的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 并批评 训政之说 优为是当 此乃军政时代之口吻 不图党人昔耳用之 民主政治 以人民自治为责 即责 人民不能自治 或不给自治的机会 专靠官员维持待治 或维持教训 这种官僚政治 文告政治 中国行之数千年 也没有这样 中国有长足的进步发展 所以两个人 对于政治这个词 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吴贝胡说 于信政治的要地在于道德 而孙先生认为政治是一种权术 所以呢 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 宁愿失去权位 也不愿背弃自己曾经对民众的诺言 两个人对苏联的态度 也是两个人产生分歧的原因 1920年 列宁派密使 波特波夫 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 整个中国南方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 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 但是要放弃外蒙 承认外蒙独立 表示苏联可将储存的海参 为了军械 供给阅军使用 陈炯明 言辞拒绝 而孙中山则跟苏联 一直保持密切联络 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 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不在强权而在功利 不在抗争或报复 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 和相互之利益 这段话也应该给今天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听一听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1946年才公著一众的 机密文件中 广州美国的领事报告 1922年4月中旬 因北伐入乡不成功 改道进攻江西 孙中山的五州的军事会议上 说南方有三个人 陈炯明 唐巨尧 赵恒涕 都该受到严厉的处罚 而英国的领事 也有同样的情报报告 1922年 陈炯明的亲信 粤军参谋长邓坑 从香港公干回广州 在广九车载浴刺 两天后身亡 到底他是谁杀 有人说是陈炯明杀的 而实际上 美国的领事 得到的情报是一个 一个是广西贵系所为 一个是国民党 警告陈炯明 而下了毒手 英国总领事 也有这样的报告 国民党杀害陈炯明的 参谋长邓坑 以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之后 陈炯明没有办法 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 孙中要他去北伐 以及筹措不到 五百万元的军费 孙中山就把免去 粤军总司令 广东省长 内务总长 只保留了陆军总长的职务 这时候陈炯明 有个部下叫做叶举 孙中山讲 分离两根的东西 没想到陈炯明的叶举 不领情 十天以后 有六十多个越军 开进了广州城 成了广州城实际的控制人 而这个时候 发生了616了 这么一个炮击 总统府的事件 陈炯明事先劝叶举 不要这样做 叶举只是 开几炮想把孙中山吓走 但没想到孙中山 在海军舰艇上 自己亲自 向广州城开炮 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 孙中山自己开炮 叫孙大炮 孙大炮是这么来的 所以炮击广州之后 胡适曾经批评说 远失去了全国人心 近失去了广东的人心 孙中山还要依靠海军 用炮击广州城的话 来吓唬广州的人 就不能免去这一次的失败 孙中山只好8月9号 乘英国的炮舰离开广州 避露了上海的法租界 所以有人公平地说 这616事件 陈炯明绝不是主谋 陈炯明跟孙中山公开 结列之后 吴志辉孙汪精卫 想他们破镜重合 孙中山练及旧情 又是用人之计 写了一句话 他更写悔过书 可不旧既往 当遂客把孙中山的意思 转达陈炯明 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 我有什么错 无过可匪 所以关于孙中山跟陈炯明 之间的矛盾之争 在陈炯明死的时候 张太炎写了一篇《穆志明》 可以作为两年关系恶化原因的参考 他说民国六年的时候 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 很快被赶走 退去上海 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 又回来 可见 孙陈炯明并不是重新依附的孙中山 什么意思呢 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 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的一片天 如果这两个人生前有一处将相河 这段历史可能皆大欢喜 中国近现代史可能要重写 但是道不同不相于谋 所以陈炯明在孙中山适事之后写那个晚年 这很说明问题 他们两个人都知之以求 各自的政治理想 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我想历史会有新的评价 陈炯明护当道合的努力 最终失败而泄募 孙中山发动了北华 破坏了南北妥协 也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机会 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乐潮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民主体制 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 对国家民族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遗憾 如果当年中国走的是联省自治的路 很多历史的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 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真的要重写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欢迎防止 内阅 expres